6月13日,星期二得到,早晨,我是新聞報道員吳小碧 昨天剛過了612這麽重要的日子,香港其實發生了什麽事呢?有沒有市民逛街繼續悼念呢? 在612、3周年,警方在銅鑼灣重兵報防,多個市民被人截查,果然是一個心脅的政府 現在手無寸敵的市民,甚至基本上所有抗爭者,大部份已經離開香港了,港共政府依然如此協諾 市民,叫Afternoon,跟記者說,他還記得612當日的情況,對於香港今時今日的警方他表示很難形容,我都不會說 他認為在當前中共統治下,香港局勢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雖然他具備申請葡萄牙護照的資格,但他現在並不打算移民 在銅鑼灣蘇格前,穿著黑衣的市民李小姐對記者說,今天來到這裏就是為了回顧三年前的事 記者就問他,你現在對香港有什麽感受呢? 他就這樣說,好慘啊,香港沒有法治,沒有人權,沒有自由,什麽都沒有了 真是回歸到一國一制 他表示,一直都很關注社會政治情況,因為我還想有思想,我是香港人 至於有沒有想過移民呢?他就說,我年紀大了,暫時未有這個想法 不過他就說,認識很多人就已經離開了香港,所以祝他們有一個新的開始 他最後就跟大家這樣說,香港人加油,勿忘初心啊 在金鐘政府總部、公民廣場和救市連儂場的位置,場面冷清 而記者拍到黑警主要是搜查穿黑衣的年輕人 我真的覺得,現在在香港什麽自由都沒有,連穿什麽顏色的衣服都被人標籤著 年輕人又是一個罪,如果你穿黑色衣,亦是罪 在運動期間,城日作為遊行出發點的銅鑼灣 昨天早上已經有黑警駐守在淳江百貨門外面 而火街停泊著有衝鋒車 在下午12時多,有市民在紀利佐治街和八德順街交界被黑警截查 在612當日,大批市民聚集的天馬公園 昨天亦有黑警在附近重落,期間亦有市民被截查 2019年6月12日,政府吳李文依在立法會恢復逃犯條例修訂寵案二度,引來市民不滿 當天早上有市民在金鐘製造交通倒室 有四輛私家車死火,試圖阻止議員進入立法會 之後抗爭者發起佔領行動,佔領包括金鐘道在內的多條行車線 黑警當日在立法會和政府總部一帶,部署接近五千個警力 並且與抗爭市民發生衝突,更一度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等 驅散手毛串鐵的人群,多人受傷 有市民機右眼被擊中,最後亦只剩下2.5%視力 另外有港台外派司機頭部被催淚彈擊中,一度心臟停頓 除此之外,黑警在立法會示威區釋放多個催淚彈,並沒有提供撤離路線 大批市民為了躲避催淚彈增傷走入赴印的中信大廈,差點讓人踩人事件 根據黑警公布數字顯示 當日曾發射超過240個催淚彈,大約3個大布袋彈,大約19發像加子彈和30發海綿彈 國際特社組織批評香港黑警使用不必要的過份武力,違反《國際人權法》 立法會在下午宣布取消大會,然後審議受例重案 特首臨電月娥在3日後宣布暫緩受例 但港共政府事後將這場衝突定性為暴動,多人被捕和被人起訴 包括上述右眼中槍的市民,他被控兩項參與非法集結罪 我真的覺得過了2019年,依然還留在黑警警隊這些人,全部都是人渣 你留下即是代表你認同他們在做的事 你不會有看不光眼或不舒服的感覺,你才留下的 別跟我說為了打理這份工作,我做黑警也沒問題,這不是藉口 竟然惡恨一本電話簿也數不完 還留在香港的市民,真是沒辦法挺身而出講任何事 因為成本實在太大,我也不鼓勵你們這樣做 於是,我們的香港人遍地開發,在英國倫敦有很多展覽,重現抗爭現場 呈現反送中不同的面貌 我絕對不贊成Johnny 和大家說的英國倫敦史集 這不是拿來玩,亦不是拿來慶祝的 為了紀念6123周年在英港人團體流亡海外的抗爭者和藝術工作者 在6月11日和12日在倫敦舉辦由專鎮到世界,香港人的覺醒和改變的展覽 展出十幾個藝術家接近100件關於反送中運動的作品 每天展覽開幕後幾個小時已經吸引了幾百個在英港人和當地人參觀 展覽在倫敦東部鄰近的Campage Health 地上帖 大家沒聽錯,不是地下帖 因為倫敦有地下和地上,地上帖叫Overground 這個站的A3 Studio 舉行 用相片、影片、畫作、雕像等,呈現反送中運動不同的面貌 展覽的重點是高七隻的香港民主女神像 她的基座周圍放有磚陣 展覽方面就說,雕像的重建是作為藝術紀錄片的道具 原本有兩磚的,一磚已被破壞 現在剩下這磚代表破壞後的重建 希望未來可以在世界各地展出 在相片作品方面,有紀錄抗爭者在2019年馬路堆放的專陣 中大保衛戰等畫面 亦有根據相片重畫的作品 例如重現極幹中場面的油畫 亦有天馬行空的創作 包括一封名為小熊維尼去到天安門的畫作 呈現小熊維尼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起光時的歧視 展覽廳內亦有藝術家臨離臨浪兩夫婦的大型畫作 千手人,形象手無觸度,多隻手拿著傘,蒸魚碟,相機和國際報紙等 象徵和勇合一 這畫上寫有反抗的字樣 這幅畫曾在反送中期間在銅鑼灣展示 現在這展覽的畫作有皺痕,是當時拿下畫作的痕跡 這展覽重印當年網上流傳的文宣 亦展出詳細講明、港、應中關係的分別 和反送中運動的來龍虛物等資料展版 展覽入口處,有為數許多的由香港運到 亦有反送中信息和抗爭口號的文宣卡片 被參觀者領取 這展覽同時展出多段反送中期間拍下的技術影片 即是Documentary 其中一段緝六成長達九分鐘的影片 在展覽一樓的放映室播出 非政府組織、香港監察、HKW的創辦人 兼行政總監羅傑斯、Bernadise Rogers 看完展覽後表示 最深印象的就是這段影片 因為其中用1997年英國告別香港儀式和彭定康的演說 他就這樣說 香港監察將來會繼續為香港、英國、華府、聯合國發聲 7月1日亦有活動 邀請末代港督彭定康演講 除此外展覽主場外 亦有一個街邊店舖的畫廊空間 展出2019年抗爭有代表性的物品 包括黃色傘、專陣設置、抗爭者衣服、畫布等 本身在香港我亦有留意展覽或藝術的東西 但我便覺得 可能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 作為藝術家真的沒有發展空間 以及始終香港人日忙夜忙 搞藝術或看藝術這些 完全覺得很離地或當作消遣的活動 英國便完全不同說法 一些藝術擺設 來到英國便大放異彩了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媒體 是一個很好的傳媒 一個媒體來給外國人或香港人 看到香港在612或2019年發生過甚麼事 表達很多不同形式 除了用抗爭的形式表達 我們都可以用這些visualize 視像化形式表達 給外國人看到香港發生過甚麼事 這是一個比較軟性的方法來展現2019年香港的黑暴 2019年香港人如何抗爭 但我們不可能只能停留在表現方面 這是expression 是傳播我們都需要做的 同一時間In parallel 像Johnny他們所說 我們是需要成立一個議會組織 同一時間在英國議會佔一席位 將香港人的力量和聲音發展和直跟在英國這裏 新聞回到香港那裏 網傳12歲的女生跪地被同黨掌掛21巴 她的爸爸見到她有異常情況立即報警 黑警加入調查 網上近日流傳片段 看到一個穿著白衣和黑色外套的女童 跪在地上並脫下口罩 被四至五個少女和男性包圍 一個黑色短裙少女不斷用普通話質問白衣少女 另一個白衣女者回應我甚麼都沒有說過 黑色短裙少女繼續質問更加掌掛女童 在場的人士繼續起哄 質問這個女生你是否有說過她壞話 你一時在英國、一時在美國、一時在深圳 現在 這個短裙少女之後又連刮白衣少女七巴 並且在罵她 是否囂張?打我吧? 另一個短裙少女接力再刮白衣少女三巴 旁邊有人說不夠爽 之後再有人質問這個白衣少女 你在裙組內是否把我的照片發出來 你不是說我好多煩嗎?我怎麼煩你現在 之後立即再刮白衣少女大概十巴 其間有男性就說大力點吧你 亦有人說她真的還敢回來香港 喜歡罵我嗎?喜歡罵我嗎? 單單看這段片段 白衣少女已經被人打了二十一巴 另一段流傳片亦見到 白色背心少女連刮白衣少女三巴 不知道是否由另一個角度拍攝 還是刮完再刮? 有否留意到香港似乎愈來愈多同黨問題? 似乎小孩子愈來愈暴力? 我以為同黨即是出現電影中 當時是六七十年代 當時剛建很多公屋 電影圍繞住公屋內有很多同黨 周圍在搞事 說完尾段 這段片在網絡封傳大批網民說 嘩好恐怖啊!都瘋狂的! 自己拍片留證據被人抓嗎? 亦有網民說片段中 有人一時說普通話一時說廣東話 像是大陸發生多個香港 不知道是廣州還是香港還是深圳 但有網民回應片中曾有人說 你還好意思回來香港這句 相信就是香港發生的了 根據了解 現場就是在荃灣三波房一個堂樓的天台 被打的女童只有十二歲 她的父親已報警 案件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下一條是比較短說一句就算的新聞 今個星期便會公佈消費券第二期發放的最新消息 看大家如何獲回五千元 有跟進的話我今個星期再和大家說回 另一宗新聞 昨天顯示出了給大家聽 何君堯如何在TikTok 表現自己是有多愛國 現在TikTok很流行 除了大陸外 其實愛國都挺流行 現在TikTok的倫敦辦公室出現辭職潮 她們不滿中國式的九六六工作文化 中國式的工作文化可不夠用在英國呢? 看TikTok的例子 似乎这样的文化冲击,令英国的员工顶不顶 根据 Financial Times 报道,TikTok 伦敦办公室出现了辞职潮 每个星期都有员工不联合 原因主要是来自员工不满中国式严谨的工作管治方式 已辞职和现 TikTok 员工透露,离职潮在上年10月 TikTok 在英国推出直播网站功能的 TikTok Shop 并成功成立新的部门 员工必须要跟着中国式的996工作模式 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 大早就要与中国总部开会 每个晚上直播完毕,员工亦要立即完成报告 公司鼓励员工在假期期间工作 亦要求他们弹性工作,遷就用户上网的习惯 简单来说,弹性工作就是没得下班 有员工因压力过大而病了 回到公司后被抽走客户甚至乎被降职 以前部门主管认为公司文化非常不健康 他就这样说,员工关系是基于恐惧而不是合作 公司不会理员工是否工作做到根皮力尽 都很容易找到新的员工取替 而工市场非常不合理 员工也投诉公司设立不设实际的销售目标 每个直播正常的销售数字不多过5000磅 而每个月的总销售目标就设为40万英镑 未能达到目标的员工就会在内部信息群组被点名分析 直到现在已经有超过20个员工辞职 现在整个部门只剩一半人 还剩在公司的员工也在想辞职 员工继续这样说,现时每个星期都有人辞职 好像在打游戏似的 每个星期一我们就问谁被人炒了 或者谁已经辞职 负责整个TikTok的欧洲电商高层 George Yama 以前故意去到英国监察TikTok Short 第一次在亚洲外面的市场推出的项目 他在今年其中一次的员工聚餐时说过 作为一个资本家 我并不相信任何公司应该提供产价 这份言论令所有员工非常震惊和愤怒 这个模式在香港也是很普遍 之前也在香港的大公司打工 它虽然是外国公司 但也有一个职场文化制画 每一年就会大炒一堆人 也是形成一个太弱劳强的工作气氛 于是办公室政治非常浓郁 人们就觉得我不踩下你我怎样上位 本来应该和同事互相帮忙 但就是要搞小圈子 不踩下你就不能上位 不炒你我就不能赢 形成上班已经工作量极重 但亦要玩这种办公室政治 其实真的很辛苦 之前也和大家提及到 在英国最好尽量不要打华人的工 除了剝削之外 其实他给不到最低工资给我的 当时我在一间商店做销售 但他的老板是移民到英国很久的华人 中国人 到的难的最低工资 一个小时就是9磅半 但他就和我说 因为我便不会扣你Ni 我便不会给Ni 于是你一个小时就有7.5磅 你已经有好处了 他真的这样和我说 我都觉得找不到工作也算了 将就一下 但越来越不对 后期他出销就越来越迟 大家听到这里 是否以为他想逼我走呢 其实又不是 因为做到这么久 他便想我去到另一间 比较好的铺铛帮忙 而那间比较大的铺铛 工作量是好一点 舒服一点 所以其实我便觉得 同中国人打工 有很多事情要面对 或者很多事情要承受 于是我就觉得 我在这里如果真的找不到工作 我就会积极在外丁堡 和英国其他地方找工作 其实我便觉得 个人来说 个人经验 我就觉得 苏格兰格拉斯哥 尤其是他们的民族性 比较强 比较保护主义重 所以就有很多 嗯 很多是entry-level 的工作 其实我都没有机会 interview 全部都失败了 先头盔 我来到这里 积极找工作的时间 是三个月而已 如果我找之前这份 华人的sales工作 我只用了一个星期便找到 而其他的工种 我大概找了三个月 亦被人reject了很多次 我现在还有另一个课程 想进修 所以我暂时 未需要找一份正职住的 我需要大概 给多三个月时间 我进修完之后 我才考虑找一份part time 的工作 剩下的时间 我想focus 和大家报新闻 同时间 就focus 之后 愈来愈多的rehearsal 同时要保持健康的身体 保养好声 如果大家有什么秘方 保我的声 麻烦大家留言 说我听 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么多了 明天见 拜拜